大楼瞬间炸出火光 整栋建筑随即硬生生倒塌 当场被粉尘吞没 以色列国防军日以继夜的空袭 加萨走廊 深夜中传出巨大爆炸声 伴随着一团火球 随后马上听到玻璃砸在地上的碎裂声 加萨的难民营也难逃 无情炮火 放眼望去街道上 全是瓦砾碎片 一旁大楼面目全非 还有民众自己拿起灭火器 想办法扑灭被火烧的爱车 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以色列军队似乎另辟新战线 入侵距离加萨北方 大约一百公里的城市纳布露斯 部分地面战已经开打 以色列现在已经完全包围加萨 并且切断电力 食物和燃料供给 但对于是否大举攻入 扩大地面战争 以色列陷入两难 巴勒斯坦武装团的以哈马斯也再度朝以色列发射炮弹 首都耶路撒冷空袭警报又作响 在高速公路上的车主只好赶紧汽车跑到路旁 怕在地面慌张的东张西望 结果没过多久 抬头一看身旁不远处就冒出浓浓黑烟 除了发射炮弹之外 哈马斯民兵还驾驶橡皮艇试图抢摊登陆 从陆海空三路骑袭 双方的冲突持续扩大当中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夜晚火光四起爆炸不断 到了白天轰炸也没有停 这是以色列加倍奉还加萨地区的空袭影片 以色列弃不过哈马斯滥杀无辜 更多鲁人画面在镜头曝光 这处边境小镇一口气出现上百具遗体 就连深入当地采访的ABC记者 都差点被波及 一边采访一边躲炮弹 以色列医院中音乐节幸存者阴影挥之不去 很多人目睹好友被枪毙 这名妈妈更是讲到落泪 因为从电话中听见哈马斯绑走自己的儿子 由于哈马斯实际绑走的人数 难以估计更多人只能从影片寻清 画面中的女子证实是刚刚入伍服役的以色列女兵 因为还没获得配枪无法自保 如今誓死是活家属也想要个答案 点新闻松口不老 降落伞着地后士兵边跑边开枪 这是哈马斯开战前备战训练的画面 攀上墙把以色列国旗往地上丢 不过最新传出巴勒斯坦官员表示 哈马斯作战目标已经达成愿意讨论停火 其实为了这次宣战 哈马斯筹划至少一年 而幕后主使就是从不公开露面的哈马斯指挥官戴夫 今年58岁传出双脚和一只手截肢 而且还有一只眼睛失明 被形容为救命怪猫 因为以色列曾经五度自杀统统失败 但哈马斯打以色列背后恐怕还有大金主 西方阵营怀疑就是伊朗提供哈马斯好几千万美元军备 而原本有望和以色列签和平协议的沙烏迪阿拉伯 这次力挺巴勒斯坦 至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面对尾巴冲突 异口同声都不想选边站 中方反对扩大冲突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 希望尽快停火指战恢复和平 国际社会应切实发挥作用 共同推动局势降温 战争该怎么降温 大陆外交部点到为止似乎没有要表态 地域变新闻众报道 满脸担忧的妈妈拼命划手机 试图在网路上寻找被哈马斯民兵挟持的女儿 这位妈妈一听到消息原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将女儿的照片 批图上去 但直到她看到这段30秒哈马斯的直播影片 才确认自己的爱女已经沦为人职 她接受CNN专访时几度讲到哽咽 甚怕女儿遭到哈马斯杀害 伤心到几乎快讲不出话来 以色列人纷纷上电视哭求大家救救他们的家人 听到这些故事CNN主播也忍不住在镜头前落下男儿类 不过这些人只恐怕凶多吉少 因为哈马斯放话只要以色列一次空袭就杀害一个人职 根据报道 以色列军方已经通知至少100个家庭 他们的家人已经遭到俘虏 如何营救这上百个人职是以色列当局眼前的大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泰国移工听到镇镇的爆炸声急忙躲在卡车底下 还有人不断逃难 还有移工跑到菜园里面避难 其中一人推刷还有枪伤 躺在地上相当痛苦 大家聚在一起互相照顾 甚至有泰国人被哈马斯掳走 家人聚在一起心急如焚 彭罗照片只希望宝贝儿子快点回家 只能靠电话确认孩子是否平安 以色列有大约3万名泰国移工 不仅有人被绑架 其中甚至有18人在这次攻击中遇害 泰国将派出撤侨专机 第一批撤侨专机 预计12号会返回泰国 而当地的菲律宾移工 也担心自己的安危 各国移工胆战心惊 当哈马斯突袭时 美国也有参议员 当时在以色列 还在外头慢跑 就收到要避难的消息 大家都相当害怕 以色列数十年来最沉痛的一天 纽约证交所特别默安一分钟 美国白宫英国国会大厦 及巴黎埃菲尔铁塔 都点灯祈祷 盼望这场战争能早点结束 TV News综合报道 以色列驻立陶宛大使 在社群剖出75岁父亲的军装照 透露父亲跟孙子 都自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 还有这位穿军服的爸爸 抱着年幼的儿子深情道别 因为他是被征照的 30万后备一之一 等着行李箱 不守在海外的以色列人 甚至是以色列裔法国公民 都愿意在此刻回国参战 以色列全民皆兵的征兵制 征兆30万后备军人 不过曾经这五退役的不分性别 只要年满18岁未满40岁的国民 都是征兵对象 除了上战场还有纷纷排长队捐热血 帮助遭遇攻击 需要输血的伤患 虽然以色列不是主要产油国 但战事深温 中东原油价格飙涨 尾巴冲突 关乎美意角力 让沙律地原本愿意提高原油产量 稳定价格情况 发生变化 TVBS新闻叶俊黄 陈云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